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人问孔子,以德抱怨何如? 孔子回答,何以报德? 以直抱怨,以德抱德 孔子的意思是 如果是以德抱怨,宽容伤害过自己的人 那么用什么来回报善行呢? 其实,应该用公正无私去回报恶行 用善行回报善行 孔子所说的直有公正无私的意思 更加可以理解为理性思考,恩怨分明,以牙还牙 对待善人用善的方法,对待恶人用恶的方法 有些时候,纵容坏人的善良比恶还恶 其实,我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也要理性思考 就像孔子所说的以直抱怨一样 人心是很危险,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们只有提前做好预防才能减少很多麻烦 比如说,帮助了他人还被恩将仇报 是因为你不懂得这三种分寸 避免对方恩将仇报 人际交往中热情、活泼、主动等词语 看似都是好词 是在鼓励大家要敞开心扉、真诚友善待人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小差距 当面与你关系和睦的人 往往会在背后说你坏话,甚至是捅你刀子 于是乎,连孔子他老人家都感叹道 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 知人心比知天还难 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 可人呢 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 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 谁又能揪其底里呢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些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处事忠告 如果我们低估了人性的恶 往往就会好心办坏事,被人恩将仇报 高情商的人尽量不要主动帮助他人 因为如果你主动帮忙,他人就会很容易得到好处 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你帮忙过程中出了点小差错 他人又会埋怨你,说你是一厢情愿的付出 最后就是好心没有好报 阿美在网上申请一笔补助金 并通知李月 因为李月不太会网上操作 阿美还没有等到李月开口 就主动提出要帮忙李月网上申请 但是后来因为系统出了问题 李月的申请没有通过 还责怪阿美办的什么事 生气地挂了电话 后来李月去大厅办好了业务 并告知阿美也要去大厅办 阿美问李月需要带哪些材料 具体流程如何 李月非常不耐烦 认为阿美之前没有帮到自己 就很不客气地挂了电话 所以说主动帮忙的结果 大概率是好心办坏事 出力不讨好 你主动帮人 如果事情成了 皆大欢喜 如果事情办杂了 责任都是你的 他人还会对你恩将仇报 二 尽量帮困不帮懒 俗话说救急不救穷 我们可以借钱给他人救急 但是不可借钱救穷 同理 帮人的时候也要有所选择 尽量帮人于困境 但不能帮助那些好吃懒做 好意勿劳的懒汉 如果帮懒就穷 只会让对方贪得无厌 更加依赖你 就想填一个无底洞 最终把自己拖垮 俄罗斯有一个杂货铺的店主 叫马穆德杀福杀羊 多年以前 他偶然遇到一个拮据的老妇人 来买面包 老妇人反复清点那几枚硬币的模样 让马穆德非常动容 他于是动了恻隐之心 决定免费向领养老金的老人提供面包 为了不伤害他们的自尊 马穆德想出了一个办法 发放优惠券 领养老金的老人 凭从他店里领取的优惠券 可以免费换到普通的白面包 或黑麦面包 渐渐的 马穆德也开始为残疾人 低收入的家庭发放优惠券 消息不禁而走 附近镇上的一些穷人 也开始来他的杂货铺领取优惠券 换取免费面包 马穆德的杂货铺平均每个月 要送出两千个白面包和一千个黑麦面包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暖心的 好人有好报的故事 来换取免费面包的人越来越多 但马穆德自己也要生活 他只能尽自己所能 每天提供一定数量的面包 有时候面包很早就领完了 来迟了的镇铺便会破口打骂 还有一次 因为送货的面包车在半路坏了 面包没能及时送到店里 几位愤怒的镇铺 甚至砸开了马穆德的店门 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起一句俗语 救急不救穷 帮困不帮懒 救急帮困 对方会感激你雪中送炭 救穷帮懒 却可能好心没好报 甚至把自己拖垮 有些人天生懒惰 属于扶不起的阿斗 总是想着天上掉馅饼 如果我们帮助了这样的懒人 就是陷入一个无底深渊 而且对方还不懂得感恩 对于懒人来说 你付出再多 在他们眼中都是理所当然的 只是因为你比他们过得好一点 所以说聪明人都尽量帮困不帮懒 帮人也要分对象 三 帮忙要适可而止 古语说得好 恩理由来生害 古快一时 须早会投 对人不可太好 帮人也要适可而止 如果你过多施舍恩惠 就会物极必反 最后生出祸害 人心是不知足的 你对人越好 帮人越多 越容易让人养成依赖性 最后对方反而不珍惜你 不懂得感恩 对你恩将仇报 如果你帮人很多次 就因为一次忙没有帮好 他人就马上翻脸 忘记你以前所有的好 只记得你现在的不好 感动中国的好人从非 用他微薄的力量 资助了近两百名山区贫困学生 捐款三百多万 自己却家徒四壁 一贫如洗 2005年 从非确诊为胃癌 治病需要花费大量金钱 当从非的朋友 向已经工作的学生求助时 得到的回答是 我知道了 让他安心养病吧 我现在工资才三四千 我没办法帮他 他当初资助我的时候 也没说过要回报啊 我没钱 也没空去看他 不要再打过来了 甚至还有家长来催钱 你不是说要将我的孩子 攻到大学毕业吗 他现在才读初中 你就不肯出钱了 你这不是骗人吗 从非家人解释说 从非得了胃癌 无法挣钱 家长说 那你问问他 什么时候治好病出来挣钱 小恩养贵人 大恩养仇人 行善需要理性的锋芒 一味地付出给予 只会助长他人的贪欲 养出恩将仇报的白耳郎 你帮他一百次 他不知感恩 但只要一次不帮他 他就会心生怨恨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都是有限的 如果你过多帮助他人 就会让人感觉 你的时间和精力很廉价 不值钱 人性就是如此 对容易得到的东西 往往不怎么珍惜 所以当我们被人伤害了 首先应该想想 是不是自己付出的太多 帮人太多了 总是当老好人 把自己放得太低了 想要别人疼惜我们 尊重我们 首先要我们自己疼自己 尊重自己 所以说高情商的人 帮助他人时 都懂得把握好分寸 适可而止 人是自带社会属性的动物 少不了互帮互助 但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又不要低估人性的恶 不要高估人性的善 如果谁不懂得人性 最后往往都会被伤得遍体鳞伤 你帮助了他人 还被恩将仇报 是因为你帮人的分寸 所以在帮助他人的时候 我们也要彰显高情商 要把握好这三种分寸 尽量不要主动帮忙 尽量帮困不帮懒 帮忙要适可而止 避免对方恩将仇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